很喜欢吃香肠 所以我收集了一些很小众的香肠来做个测评 第一个是这个漏澡肠 它就是一元颗一元颗的肠 我吃 这颗我吃 它酒味好重 它上面附着的一层那种伏比的酒香 是不是 大概是长这样子 它配在表里就固页撒白酒 嗯 有一点酒味 然后带着一点甜味的管是腊肠的感觉 它吃起来有点像 大人喝酒的时候把酒撒在了盘子里 然后你吃到盘子里面菜那种感觉 你小时候那个渣里面的长辈不会让你拿那个筷子 沾那个 他比如说他喝白酒会让你沾一下 然后你给你舔 就那个味道 是不是还挺好吃的 但是它的好吃很很局促 很有限 就不是特别明朗的好吃 就是你要细细品味 但是总体来说是好吃的 传统广味香肠 它就是长得很细长的那种香肠 有点像辣条 感觉适合放在麻烫里面 感觉适合放在麻烫里面 这会比刚才好吃的我觉得 它这个酒味没那么重 然后它的调味也是那种广式辣肠的调味 我觉得有的广式辣肠有点太广了 那味道 我不知道怎么用一个精确的词形容它 就经常如果吃麻辣烫 加一根广式辣肠的人 应该会懂我在说什么 它的热性我会太广了 广是指什么呢 它那个调味吗 还是说它的那个漏感 调味 女士 你不懂我 我不怪你 哎呀 我烦死了 我这里语言表的能够鲜 总之它就是 呃 带一点点甜味 然后酒味有 但是没那么重 整体是可以吃两三根不会腻的程度 诶 诶 诶 它们配料表是一样的诶 诶 真的是一样的 看了没有一样的老师啊 教出来的学生 成绩就是不一样 真的一模一样 我没骗你们 给你们看 它们连热量 配料表 还有什么特速什么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们只是不同的形态而已 啊 为什么会这样的 味道也不一样啊 第二种好吃一点啊 那第二种好吃一点 会不会是因为它做成了一个长条形 它的味道更加分散 然后它的酒味就没有那么进去 那么集中 啊 最后再吃一个粥黑鸭味的香肠 就是它是粥黑鸭的那种调味 靠美它的肠全是那种黑黑的感觉 这是烤好的粥黑鸭肠 看起来真的不是很有食欲 我这样给你穿 吃起来很方便吧 是不是很贴心 哼 谢谢你 它肠里面是这样的 就跟普通的淀粉肠没什么区别 它确实是有一股那个粥黑鸭货的味道 这应该是我最近吃到过 垫峰感很强的一款肠嘛 它的垫峰感真的很强 没有什么肉味 不是有的辣椒粉吗 怎么 它又难吃到这个地步 我希望大辣椒粉的时候会更好吃 这是六婆 你洗的碗 什么我洗的碗 泡干净的里面好多道道 不要拆我来 沾点辣椒粉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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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